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手头上的一些美宝莲产品 这个视频是由YouTube上面 Chelsea她提出来的要求 那么她其实想看这个视频已经很久了 不过因为之前的一些逗逗分享 所以我涂到现在才开始拍摄 对不起哦 那么今天呢我们先从底妆的部分开始介绍吧 就从我最喜欢开始好了 首先我最喜欢是她 Dream Liquid Mousse Foundation 那这款粉底液呢 很适合油性皮肤的女生来用 我已经谈过提到过很多次了 相信有关注我视频的网友们 也会知道我对她看法 我在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那接下一款呢 是他们家的Superstay Foundation 这款也是持久了一款粉底液 那么她的颜色是Classic Ivory 虽说是他们最浅的颜色 但是涂在我脸上她就有点黄黄的 所以可能不大适合亚洲女生的那种肤色啦 不过我在夏天用她的时候 感觉她真的很持久 然后也很服帖 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一支 很推荐油皮 还要混合性油肌女生 在夏天时候使用它 那么最后一件 我要推荐到的美宝莲粉底 就是她 这是他们的Instant Age Rewind Foundation 那这个颜色好像180号吧 反正我当时乱撕 把那个一整圈都不小心撕下来 所以她现在也没有什么名字 也没有什么色号 但这款粉底液呢 我很推荐大家在冬天或秋天比较冷的时候使用它 因为它真的很滋润 然后它点在脸上也很舒服 经常我用过它以后 我会忘记今天上过粉底 但是又觉得说 今天的皮肤怎么好得这么出奇 就是连一点瑕疵都没有 所以我很推荐那些皮肤偏干 然后瑕疵不是很多 就是你没有很厉害的痘疤痕 那些女生来使用它 我觉得它是一款很好的一件 开架的保养底妆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它 我个人很喜欢 那目前为止 我手头上有两只美宝莲的遮瑕产品 从这个开始说起好了 这是它们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遮瑕膏 然后是这样卷起来 像一个小口红的感觉 那么我个人用过以后 我觉得它其实不大好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它遮瑕度是还可以啦 但是对于痘疗的遮瑕 它不够清爽 不够持久 所以说有一次我用它 就是稍微遮些放红的地方 有点像脱妆的感觉 买了大概两个月 还有这么多 几乎都没有怎么用 我不推荐大家去买它 然后接下来一款呢 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 就是Maybelline Fit Me Concealer Stick or Concealer 它的颜色是第十号 那么我喜欢它的原因是 因为它不会太滋润 也不会太干爽 它很适合在面部做一些 颜色的调整啊 或者说均匀一下你的肤色 所以好几次 我都用它来当我的底妆 就没有上任何的粉底 直接用它 然后扫上一层粉 散粉来定妆 就OK了 目前为止 我真的很推荐它 不过推荐它给混合性干皮 最多混合性油皮 不能是完全是 油性肌肤女生来使用它 因为它的控油能力 没有那么的棒 你用完它以后 一定要用一款 比较控油的散粉来定妆 它才会好好的 带上一整天